大家好,我是小和 心智只有8岁的残疾女子爱上了已婚男人 被男人拒绝之后 该女子开始在网络上各种抹黑男人的妻子 与此同时,一个神秘的中情局特工突然出现 成为了女孩的守护天使 谁也不知道身份特殊的中情局特工 为何会参与一个残疾女子的家庭琐事 但女孩的父母都深信不疑 终于在特工的叫唆下 一场涉及多人的谋杀案拉开了帷幕 整起案件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 故事开始于2012年1月31日早上6点30分 田拉西州山城的一对夫妻在家中惨遭枪击身亡 他们7个月大的儿子 被保护在满是鲜血的母亲的怀中幸存下来 警方初步事件发现 两名受害者都是头部重弹 身上没有防御性伤口 女受害者被一击致命 男性受害者除了枪伤之外 颈部还有很深的割伤 案发现场非常干净 值钱东西一样没少 说明凶手就是为了谋杀而谋杀 对其他东西毫无兴趣 换句话说 凶手极大概率是和夫妻俩有丝绸的人 此日警方走访受害者的亲朋好友 根据他们的证词列出了一个嫌疑人名单 其中嫌疑最大的是受害者比利的堂兄弟杰米 据知情人所说 案发前杰米因为女朋友珍妮和比利闹翻 杰米因此气愤的威胁比利 说一定会割断她的脖子 考虑到比利遗体上的刀伤确实在警部 警方决定先传唤杰米过来问问 杰米一口咬定 对此案义无所知 但警方总觉得杰米接受审问时 那可太紧张了 他要是真和此案无关 为何紧张到支支吾吾的满头大汗呢 警方要求杰米接受策划 杰米更紧张了 测试显示 杰米在是否知道凶手身份的问题上 撒了谎 说起来 杰米一辈子生活在小小的山城 为人内向沉默 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种阵仗 在警方的恐吓策略下 杰米没几分钟就顶不住压力 承认说他确实参与了谋杀 不过杰米表示 他绝对不是谋杀夫妻俩的凶手 他做的无非是等夫妻俩死后 在死者比利脖子上划了几刀 开枪的人实际上是他女友珍妮尔的父亲巴迪 审问最后 杰米向警方提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中央情报局知道这件事吗 警方愣住了 莫非这起谋杀案还能牵扯到中情局不成 随后 杰米按照警方要求 当面打电话给女友父亲巴迪 问他把凶器处理好了没 巴迪不宜有他 随意的回答说 他已经全都处理好了 巴迪透露的信息不多 但足以让警方申请搜查令和逮捕令 巴迪很快被捕 起初他死活不承认和该案有关 但随着警方步步深入 巴迪情绪爆发 流着眼泪质问警方 如果有人威胁说要绑架强奸你的女儿 你会怎么办呢 你也会和我一样杀了他们 显然 到目前为止 警方已经逮捕了两名真正实施谋杀的人 但在警方看来抓捕这两人绝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 一定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果然 随着调查的推进 警方发现了一个更可疑的人 克里斯 正是克里斯引诱巴迪和杰米犯下了谋杀案 那么克里斯是谁呢 没错 这个人就是钟情学特工 巴迪女儿珍妮尔的好朋友 不管工作再忙 他都不忘关注网络 时刻保护着珍妮尔不受伤害 要知道 珍妮尔因为疾病的原因 经常窝在家里 他是如何认识这么厉害的守护天使的呢 故事还得从巴迪一家讲起 巴迪和他的妻子巴巴拉 成年的女儿珍妮尔一起住在 当地一栋不起眼的三军式房子里 距离受害者一家只有不到四公里远 巴迪虽然现在身体不砸好 氧气瓶不离身 但他之前却是个强壮的海军士兵 他对这件事非常自豪 见到人就吹嘘 他在越南战争中怎么战斗 怎么掩护受伤的战友到安全地带 后来巴迪在高压电线杆上工作时 发生了事故 职业生涯戛然而止 从那时起 巴迪就患上了肺病 时常需要补充氧气 即便如此 巴迪也没有忘了他的老兵身份 他赤明枪支 但凡出门一定要去当地的靶场 潇洒几天 珍尼尔是巴迪和巴巴拉的第二个孩子 出生在1982年 也许是先天不足 珍尼尔刚生下来就患有一型糖尿病 丹尔耳聋和智力障碍 珍尼尔智商只有72 压根就跟不上正常的课程进度 高中毕业后 珍尼尔勉强学会了阅读和写作 但要说到工作能力 那可真是远远的低于同龄人 因此 没有公司愿意雇佣珍尼尔 父母也不舍得小女儿出去工作 就一直把珍尼尔圈在家里 事无巨细的保护着她 也不知道是父母的保护太多 还是珍尼尔的智力障碍 珍尼尔很难和人交往 他也读不懂别人的社交语言 经常和同学吵架 多年里 珍尼尔一直蜷缩在父母的语意之下 想尽办法让人们关心她 据珍尼尔的姐姐所说 父母特别溺爱珍尼尔 珍尼尔也总是装目作样的 一会儿说她得了癌症 一会儿又戏剧性的倒在了学校走廊 想方设法的引起别人注意 在姐姐看来 珍尼尔很喜欢为了自己的目的 操纵 欺骗别人 而父母还就吃这一套 对珍尼尔越来越关心 对大女儿反而越来越不当回事 2002年 珍尼尔23岁 全家从宾夕法尼亚州 搬到田纳西州山城 姐姐没跟着一起去 她总觉得父母和妹妹在边缘画她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父母丝毫不介意大女儿的疏远 甚至还觉得很开心 差不多刚一落脚新地方 邻居们就发现巴迪一家人 有些怪怪的 男主人整天的吹嘘 女主人独来独往 家里的女儿还是个残疾人 说起话来像个小孩子 和之前一样 珍尼尔在现实中基本交不到朋友 于是她在网络上疯狂包装自己 称自己有很多很多好朋友 可实际上 大部分好朋友都不存在 剩余的所谓的好朋友 其实也只不过是和她有过短暂 轻微的互动而已 2009年 珍尼尔终于有了和真人社交的机会 那天她去药房拿药 柜台店员特雷西主动和她聊了起来 特雷西性格温和善良 她早就注意到这个很少独自外出 身体不怎么好的成年女性 珍尼尔 她心疼珍尼尔 主动抛出善意 邀请珍尼尔和她 一些朋友们一起出去玩 但令人惊讶的是 已经27岁的珍尼尔告诉特雷西 想要带她出门 珍尼尔就必须先去她家里 让她父母审查了特雷西 同意了之后才可以出去 特雷西一听 更心疼珍尼尔了 她当天就拜访了珍尼尔一家 努力的给珍尼尔父母 有了个好印象 父母随后同意特雷西 带着珍尼尔出去交游 也就在交游期间 特雷西把34岁的哥哥比利 介绍给了珍尼尔 比利人很好 幽默且友善 一路细心照顾珍尼尔 帮她登山 仅此一面 珍尼尔就爱上了比利 但比利对珍尼尔并不感冒 在比利看来 她的堂兄弟杰米 似乎跟珍尼尔更配 杰米35岁 很早辍学 和母亲住在一辆破旧的拖车里 在当地磨坊干苦力 薪水微薄 杰米和比利是堂兄弟 但亲如真兄弟 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聊天 不过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 比利性格外向 喜欢参加派对 结交朋友 能说会到 杰米则内向少言 经常结巴 此外 杰米还患有眼疾 不管室内室外 都得戴着墨镜 特雷西和比利兄妹两个 都认为杰米和珍尼尔很合适 因为他俩都有些许缺陷 都找不到对象 刚好抱在一起 互相取暖 这兄妹俩就找机会 让杰米和珍尼尔见了一面 在那之后 珍尼尔就经常给杰米打电话 不过为了不让父母发现 他俩每次打电话 都不超过45秒 另一边 对杰米来说 虽然年过30 但这确实是他第一次谈恋爱 激动不已 整日盼着和珍尼尔见面 为了夺过父母的监视 珍尼尔经常以电脑出问题的借口 邀请杰米来家里 帮他排查问题 然后趁此机会 谈情说爱 拍一些较为亲密的照片 杰米更是偷偷给珍尼尔送了一部手机 让珍尼尔找机会 给他发短信 可惜没多久 这部手机就被珍尼尔母亲发现 母亲不赞成女儿和杰米交往 逼着两人分手 两人表面同意 背地里又想办法搞了部手机 继续联系 研究私奔的可能性 然而 和杰米谈恋爱并不意味着 珍尼尔就放弃了比利 说实在的 珍尼尔总觉得 最终会和他在一起的 是比利 而非杰米 可现实不随人愿 2009年底 比利认识了比他小13岁 年轻活泼的简 简和杰米一样 都喜欢户外运动 喜欢钓鱼 土步 露营和跑步 很快 比利就爱上了简 为了简 他一改之前的做法 不再喝酒 也不再参加派对 硬心只盯着简 当杰米无意中告诉珍尼尔 比利的这段新恋情时 珍尼尔不屑一顾地表示 说简只是比利众多女人中的一个 说不定比利很快就会厌倦简 但珍尼尔完全错了 比利和简的关系越来越好 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珍尼尔很快就想办法 加上了简 以及简闺蜜的好友 但这段友情还没有开始 就结束了 因为珍尼尔有自己的一套交友方式 那就是要求对方 必须回复自己的每条信息 而简和闺蜜的好友众多 有时候忙起来就忘了回珍尼尔 珍尼尔气坏了 觉得这两人在故意侮辱她 她越想越恼火 在网上频繁发帖 称这两个女人非常卑鄙 与此同时 简发现自己怀上了比利的孩子 比利欣喜若狂 公开喜剧 计划和简结婚 但问题是 自大公开怀孕后 网上就多了一个自称为马特的疯子 在比利和简的主页上 马特疯狂的辱骂诋毁简 以及简的朋友 还多次威胁说 要打死这些女人 此外 还有一个叫凯莉的人 不断的复合马特 补充说简的朋友 哥勒艾滋 这两人所有的评论都相当恶毒 且充斥着拼写 标点和语法错误 比利妹妹特雷西 有些怀疑是珍尼尔搞的鬼 就联系了珍尼尔 让他不要再骚扰比利和简了 否则他们再也不会把珍尼尔当成朋友 珍尼尔失口否认 说这些东西都不是他发的 他也曾被这两人攻击过 奇怪的是 最后 珍尼尔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说 他被黑客攻击了 是黑客用他的电脑 在网爆比利和简 这天之后 简一级朋友们开始频繁的接到 来自珍尼尔家的电话 也许珍尼尔还不知道 人家那边会有来电显示 每次打通电话 里面都没人说话 只有沉重的呼吸声 令简和他的朋友不胜其扰 但据珍尼尔的说法 这些电话都是那些坏女孩 伪造他的号码打出去的 2011年 简的朋友向法庭提交了文件 指控珍尼尔骚扰 可惜由于不熟悉法院的流程 该案最后不了了之 同一天 珍尼尔给母亲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里面写道 简的朋友无休无止地骚扰他 指明道姓地威胁他 让他精神崩溃 但实际上 这些东西都是珍尼尔自己杜撰的 几天后 珍尼尔又报警称 比利和简往他的房子扔石头 为什么珍尼尔这么肯定是这俩人扔的呢 因为石头一面写着比利 一面写着简 警方满脸问号 谁家好人往别人家扔石头时 还故意在石头上写名字 感情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他们扔的吗 这么明目张胆的作案是吧 指控过于离谱 警方压根就没当回事 没想到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有一天 珍尼尔父亲前往警局 投诉一名县官员在社交网络上取消了和他女儿的好友关系 警方无奈的告诉他 取消某人的好友关系并不违法 然后把珍尼尔父亲带出了办公室 珍尼尔和受害者的关系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让我们把重点重新放回珍尼尔和男友杰米身上 2011年5月 杰米母亲去世 也许是出于同情 珍尼尔父母对杰米的态度一改往日 不仅主动打电话哀悼 还热情的邀请他过来吃晚饭 当然热情归热情 珍尼尔父母还是不愿意杰米和女儿来往 小情侣不得不继续隐瞒恋情 趁父母不在时偷偷接吻 与此同时 珍尼尔和母亲向杰米说起了当地女孩们 嫉妒她 辱骂她的过程 母女俩一致认为 矛盾的起因是女孩们嫉妒珍尼尔 长得太漂亮了 杰米不怎么上网 所以珍尼尔就把女孩们辱骂她的消息 专门打印出来给杰米看 杰米震惊了 她从没有想到 有人会用这么可怕恶毒的话 来辱骂一个残疾女孩 随后的日子里 杰米仍在工厂和堂弟比利一起工作 但两人的关系日渐紧张 比利觉得珍尼尔不是东西 不断地骚扰她女友姐 杰米则觉得比利和姐夯瀉一气 欺负人家一个可怜的小女孩 和珍尼尔一家相处的越多 杰米对这家人的了解就越多 她知道珍尼尔有个亲姐姐 但不知道为何 珍尼尔的父母都很少提起这个女儿 而是频繁地谈论一个叫克里斯的男人 珍尼尔母亲甚至亲密地称呼克里斯为儿子 珍尼尔向杰米解释 克里斯是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中央情报局特工 后来转到了田纳西州 不过依旧在为中情局工作 克里斯对她很好 每天都给她发邮件 把她当成小妹妹一样关心 此外 克里斯还利用工作优势监视着比例和减 防止他们做出什么对珍尼尔不利的事情 杰米这才发现 珍尼尔一家人一直生活在对周围人的恐惧中 他们是真的相信镇上有很多人在嫉妒珍尼尔 而且只要有机会 那些人就会伤害珍尼尔 不行的是 杰米也信了这一套 神秘的中情局特工克里斯开始和杰米联系 发了很多电子邮件和短信 正是珍尼尔被人骚扰 克里斯告诉杰米 珍尼尔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女孩了 她受了那么多的迫害 现在保护好珍尼尔 才是中情局的首要任务 克里斯还提到 珍尼尔曾向她吐露过她有多在乎杰米 杰米作为男朋友 应该多给珍尼尔买礼物 多表达爱意 不过滑稽的是 克里斯发给杰米的邮件 全部都出自珍尼尔的邮箱 据珍尼尔的说法 这是因为克里斯身份特殊 所以他们俩才共用一个邮箱 当然 咱也不知道 克里斯和珍尼尔如何通过一个邮箱 互发邮件 珍尼尔一家越来越频繁的邀请杰米过来玩 每次相处 珍尼尔的父母都会不断的讲一些 有人迫害珍尼尔的事情 珍尼尔沿泪流买面 可怜巴巴的说那些人都在密谋伤害她 威胁要绑架 抢奸她 还要伤害她的家人 珍尼尔母亲警告杰米 一定要注意珍尼尔的安全 因为珍尼尔的敌人正在计划谋害她 特工克里斯也发邮件给杰米 说她会24小时监视比利一家 她会支持杰米 抓住比利和杰 2011年年中 比利和杰夫妻俩的孩子出生 两人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 但不是每个人都在为她们开心 珍尼尔频繁新建账号 在社交网络上辱骂简 有一天下午 珍尼尔和母亲甚至把车 停到了简旁边 用语言和手势羞辱她 指责简是一个 不配做母亲的白人垃圾 简很不安 很担心自己和孩子的安全 然而戏剧化的是 珍尼尔反而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说简 比利等人 威胁说要杀了她 珍尼尔写道 她们不喜欢我 因为我很聪明 很漂亮 她们欺骗警察 让警察过来骚扰我 简的朋友气不过 发消息给珍尼尔 我真想不通简 为什么要害你 她刚生了孩子 她的事情那么多 谁会闲着打扰你 你要是有病 就去治 不要再骚扰简一家了 一来二去的 比利 简夫妻俩和珍尼尔的 网上战斗逐渐升级 珍尼尔母亲巴巴拉 也开始发帖 加入了这场口水战 这件时候 比利打电话给堂哥 杰米 她说她相信珍尼尔 是网爆她和简的 幕后黑手 而且她怀疑 给杰米发邮件的 那个所谓的特供 并不存在 杰米此时已经被珍尼尔 蛊惑 完全听不进去比利的话 两个堂兄弟因此 又吵了一架 2011年12月14日 神秘的克里斯 通过珍尼尔的账号 发了一条警告消息 上面用大写字幕写道 致比利 简等人 停止骚扰珍尼尔 停止毁掉她的生活 别再追杀我妹妹了 谢谢 与此同时 杰米也不断地收到 来自珍尼尔母亲 和特供克里斯 发来的消息 克里斯的消息 依旧是全部通过 珍尼尔的账户 发来的 这些消息 全都在提醒杰米 比利和简 组成的恶魔小团体 正在将珍尼尔 推向自杀的边缘 珍尼尔母亲 在给杰米的信中写道 比利和简 在一点点的杀死珍尼尔 克里斯和中央情报局 正在追捕他们 不管你做出什么事情 中央情报局 都会保护你 不久之后 特供克里斯 发消息给珍尼尔母亲 说比利和简 已经决定夺走 珍尼尔的生命了 如果再不行动起来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当然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 也注意到 整场闹剧中 珍尼尔的父亲巴迪 似乎出场率不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说 巴迪不知道这一切 巴迪完全不会玩电脑 不知道怎么上网 珍尼尔母亲巴巴拉 就把所有的电子邮件 打印下来 给巴迪看 巴迪立刻就认真起来 通宵持枪 保护妻子和女儿 紧接着几周后 震惊社区的双丑谋杀案 发生了 杰米·巴迪立刻被捕 警方在巴迪的家中 发现了几十把枪 就连巴迪的氧气罐子上 也挂了一小袋子弹 警方最好奇的是 巴迪的女儿 到底遭受了怎么样的折磨 会让巴迪如此激动 甚至谋杀他人呢 珍尼尔告诉警方 他一直被人骚扰 因为他太过于耀眼 耀眼的让他人无法接受 警方又是满脸问号 明明周围的邻居告诉他们 捡在镇上才算是漂亮的 珍尼尔怎么看 都很平凡呀 珍尼尔继续告诉警方 称比尔和简 用他的照片创建了虚假账户 侵入他的社交账户 不断的骚扰威胁他 还说要强奸他 杀了他父母 谈话过程中 珍尼尔母亲巴巴拉 多次跳出来正视珍尼尔的说法 此外 珍尼尔否认曾在互联网上 发布任何负面言论 他说他没有那么恶毒 只有比例 才会用脏话挑动别人的情绪 警方随后搜查了珍尼尔家的房子 收走了任何可能与犯罪有关的东西 然而 当警方打算收掉一些文件时 珍尼尔母亲突然起身 将文件撕成了两半 警方立刻让他交出这些文件 细细的审查了一遍 里面果然有很多张 珍尼尔死对头 也就是受害者剪的照片 上面都写满了脏话 此外 在珍尼尔父亲的卡车后备箱里 警方还发现了三大袋碎纸条 拼凑纸条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 但警方确信 一旦恢复 他们将得到该案的关键性证据 终于 在奋战了几个月后 警方将三大袋纸条 恢复成了大约100页的文件 里面大部分消息 都是珍尼尔母亲巴巴拉和特工克里斯之间 来往邮件的打印版 其中 在2011年4月5日 巴巴拉就发消息给克里斯 说骚扰女儿珍尼尔的那几个人 必须死 巴巴拉似乎非常相信 克里斯是中情局派来照看珍尼尔的守护天使 记录显示 案发两周前 巴巴拉还给自己发了个链接 内容是 上帝能原谅凶手吗 如果巴巴拉对该案一无所知 他为什么会在案发两周前 关注这个问题呢 此外 因为丈夫巴迪不上网 巴巴拉就把特工克里斯 发来的重要信息打印出来 让巴迪了解情况 他称巴迪是随时待命的神枪手 一定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给女儿报仇 这里要提句的是 在谋杀比利夫妇的计划出来前 巴巴拉甚至丧心病狂道 想先拿自己的大女儿开刀 他让克里斯帮忙谋杀大女儿 方便他领取大女儿的人寿保险金 克里斯完全满足了巴巴拉日益增长的杀戮欲望 和对敌人复仇的渴求 克里斯承诺 他会帮巴巴拉杀死所有人 但他总找借口 说他不能亲自实施杀戮 当然 克里斯也承诺 只要珍妮尔父亲巴迪帮忙谋杀 他一定会利用中情局的关系 保护巴迪 不受法律的审判 巴巴拉有些担心巴迪 因为巴迪残疾 也许很难独自谋杀那些 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但克里斯表示 在山城还有一个人非常非常关心珍妮尔 那就是杰米 杰米肯定会帮助巴迪 看来 警方是时候联系特工克里斯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但您猜怎么着 根本就找不到克里斯这个人 首先 显然没有哪个吃饱了撑着的中情局特工 会关注一个山城破落家庭的闲事 其次 也没有哪个中情局特工的语法和拼写会这么差 一封邮件里居然有着大段大段的错别字和语法错误 而且最重要的是 真正的中情局特工 发邮件时也不可能和珍妮尔共用一个IP地址 手写的信 更不可能和珍妮尔的笔记一模一样 调查到这里 案件差不多也清晰了 没错 珍妮尔就是克里斯 他嫉妒比利和简的关系 所以在过去的几年里 在网上精心策划了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 他自己威胁自己 给自己发恶毒的话 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是身处危险之中 他还伪造了中情局特工的身份钓鱼 操纵他的家人去谋杀受害者 至于他的家人 我们不知道巴巴拉在读过那些邮件之后 是不是真的相信 有中情局特工在通过他女儿的邮箱 在和他交流 但他一直坚称 自己是无辜的 是被人蒙蔽的 不过从表现来看 珍妮尔的父亲巴迪 确实是相信了母女俩的谎话 确实相信有人计划谋害他的女儿 要把他的女儿绑架侵犯 巴迪的审判始于2013年10月初 5天后 佩神谈宣布他们达成了裁决 巴迪被判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 根据田纳西州的法律 每项一级谋杀 都会自动判处一项终身监禁 珍妮尔以及他母亲巴巴拉 和男友杰米的合并审判 计划在2014年开始 但由于辩方团队的要求 审判一次次演技 2015年初 当地检察官接到了杰米律师的电话 说起来 杰米律师不可谓不费心 他耐心的告诉杰米 珍妮尔实际上 把他当成傻子一样愚弄 而且珍妮尔对他也不忠诚 和他恋爱期间 珍妮尔还一直在网上 向一个叫鲍伯的男人表白 鲍伯还给珍妮尔 寄了一枚象征爱情的戒指 杰米被律师说服了 他决心签署认罪协议 向警方坦白一切 时间回到案发前一天 2012年1月30日晚上 珍妮尔母亲巴巴拉 给杰米打电话 邀请他来家里帮忙 等杰米到了之后 珍妮尔父亲巴迪 领着杰米进了电脑室 问杰米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 杰米很渴望得到珍妮尔父亲的认可 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第二天凌晨 在珍妮尔的指示下 杰米钻进了巴迪车里 和巴迪一起前往比利的家 他们躲在比利房子后面的一个棚子里 等比利父亲出门后 巴迪递给杰米一把枪 杰米怂了 喃喃的说了手 我没法杀人 巴迪冷笑了一下 说不用杰米杀人 只需要杰米拿着枪放风就行 最后巴迪拉开后面没锁的滑动玻璃门 大步窗口走廊 进入第一间卧室 射杀了比利 还划烂了比利的脖子 因为比利说了那些伤害珍妮尔的话 不过之前 杰米曾说是他自己用刀割伤了比利 比利去世之后 他的妻子简吓得往依儿房跑去 他想要保护孩子 巴迪大步的追在他后面 杰米小心翼的去卧室 看了眼比利 吓得直接跑出了房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 杰米听到了第二声强响 一切结束后 巴迪和杰米去车回家 稍晚些时候 杰米收到了一条来自特工克里斯的短信 里面说 问题已经解决了 2015年5月3日 针对珍妮尔和他母亲巴巴拉的联合审判开始 珍妮尔的律师认为 珍妮尔智商只有72到77 即便现在35岁 但心理年龄只有78岁 这么一个低智商人 只是在网上和别人打打口水战罢了 怎么会有能力操纵别人呢 而且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都可以被伪装 看起来是一个人发的 但实际上来自另一个人也说不定 不过简方指出 珍妮尔和克里斯都喜欢把一个单词分成两个 把不需要大写的单词大写 或者是用错词根和后缀 这样的相似之处只能证明 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人 也许珍妮尔的智商不高 但他在操纵人的方面绝对是大师级别 他一边假装可怜 假装温柔 一边用特工克里斯的身份 不停的给父母男友发消息 咆哮诅咒 确保他们都愿意为他犯下谋杀 此外 法庭上还有一位令人震惊的证人 克里斯 克里斯居然真的存在 不过他不是钟情局特工 而是一个小城市的警察 之前和珍妮尔在一个高中 克里斯在高中很受欢迎 无意中也和珍妮尔说过两句话 但他绝没有想到 就是这两句话 让他卷入了一场谋杀 值得一提的是 克里斯作证时 珍妮尔一直入迷地看着他 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 一周后 审判结束 珍妮尔和巴巴拉均被判处两项 一级谋杀罪 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巴巴拉还因篡改证据 被判处三年刑期 和终身监禁同时服刑 2015年7月14日 根据认罪协议 珍妮尔男友杰米 被判处25年监禁 大概8年后就能申请假释 2021年7月 珍妮尔父亲巴迪上诉 称真正扣动班级的人是杰米 不过被法院驳回 与此同时 珍妮尔母亲巴巴拉上诉 称她的辩护律师 同时代表了她和她的丈夫 所以存在冲突 导致她没有获得公正的辩护 审判因此被判无效 巴巴拉在重新审判开始之前 耍了个心眼 要求签署认罪协议 承认为凶手提供了帮助 这项协议将她的终身监禁 减到了25年 她将有资格在2028年申请假释 对此 巴巴拉告诉记者 我爱我的女儿 但我不会为她终身监禁 至于始作俑者珍妮尔 她也申请上诉 但被驳回 直到2073年 她才有资格申请假释 届时珍妮尔将年满91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爱见的全部过程 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